然後它裡面會有很多內建好的轉場功能 那如果這些轉場功能 它有很多轉場功能 然後或者是你會覺得你用來用去之後 都是用同樣的東西 或者是它那個效果 雖然它可以設定時間 比如說像這個 每一個轉場的功能它都可以設定那個時間 所以這些轉場功能 在裡面你只能改變它的時間 它的轉場的時間 那不能做得很細 那我自己用的時候 比如說 我想要制定我自己想要的轉場的功用 我之前講過 你在玩威力導演的時候 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 那個關鍵化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操作 關鍵化 關鍵化 我剛才有看那個 試用版的 試用版的也可以用 試用版的也可以用 可是 它可能 你可能你等一下用完之後 你要輸出的時候它不給你輸出 但是玩的時候可以玩 嗯 我要叫大家操作這個關鍵化 關鍵化 關鍵化在你的 在你的那個 程式裡面啊 它已經有顯示一個領域 然後關鍵化很好用喔 我真的這樣子玩完威力導演之後 我發現裡面最重要的東西是這個 它有顯示一個領域 關鍵化可以改變什麼 比如說你的圖片的大小 然後它的透明度 它的透明度 它的透明度 它的位置 它如果是有聲音的話 它的音量的變化 尤其你現在開始把音樂 放到你的影片去的時候 你把音樂放到你的影片去的時候 那如果你本來的 本來的影片裡面 有人講話的聲音 比如說你講課的聲音 比如說你做學生會做到這裡 是你有解說 然後你 你可能 你可能這個整個影片裡面 你講話就是某一小 某一些段落 阿其他沒有講話的時候 你又想要讓音樂大聲 阿沒有講話的時候 又想要讓音樂小聲 因為音樂小聲你才聽得到 才聽得到講話的聲音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從關鍵畫本去控制 所以我等一下要請大家完成一個東西 就是 你自己挑個幾張照片 大概五張就好了 五張照片 然後自己設計出 中間的轉場的那個動畫 不要用它 不要用它內建的 好 如果你的照片放在主軌道裡面 它會有這些內建的轉場功能可以share 對不對 可是你看喔 我如果把照片放在 我現在把這個刪掉 照片不能做上下移動 你要 你要在分軌裡面放照片的話 一定要從那個 從第二個這裡進來 第二個這個 我現在把剛剛那幾張照片 我現在把剛剛那幾張照片 同樣那 同樣是那幾張照片把它 把它放進來 把那個分軌道裡面 我剛才在主軌道上面放了那 那三張 我現在把那三張 移到那個分軌道裡面 然後你會發現它的差別是 我放在分軌道的時候 我放在分軌道的時候 中間就沒有那個轉場可以選擇了 然後我現在 我如果這樣子撥 我現在什麼東西設定都沒有動 我都這樣撥的時候 因為相片是用跳的 然後我現在我每一張照片 每一張照片設定的長度 你點那個筆 最旁邊一定有 因為一 他齁 他最近的改版齁 你看我們要 比如說 比如說我要把這張照片拉長短的時候 以前在拉的時候 上面那個 上面會顯示那個時間 然後你看齁 我現在在拉的時候 他的右邊那個上面 沒有顯示時間 我覺得他這個改版 把這個改掉很麻煩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在對我的 我的音樂的影片的時候 我可能要對到幾分幾秒 幾分幾秒 那我在動的時候 我要知道現在動到幾分幾秒 他現在變沒有啊 他最近把這個東西改掉 我覺得很麻煩 所以你要從這邊看 設定裡面的 最右邊有一個時間長度 你要從這邊去改 然後這裡 這裡可以改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把 因為我等一下每個照片 我要做一個轉場的動畫 所以我把它設定成五秒 所以時間設定長一點 這樣我比較有時間可以動作 然後我把它 套用到所有的圖片去 現在不能用刷子拉 你要直接去 阿不然就是你一開始 就要先把它設定好 你可以簽簽嗎 手機沒辦法簽簽 手機沒辦法簽簽 電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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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老師現在要 錄坑電腦版 阿不然要序號 我要去找序號 兩千塊吧 兩千塊吧 好來 然後 那我的做法是 你看喔 我現在除了照片之外 其他的是黑色的 好 所以我現在我的主軌道裡面 放一個 放一個 放一個色板 色板 做一個白色的 鼻 這樣我 等一下 它變的時候 下面就是一個白色的鼻 可以 可以 好 好 我現在 第一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 我要它 從 左上角 然後 從一個點開始 然後 移動到 兩秒鐘之後 移動到中間 變成一個 大的畫面 然後 停個兩秒鐘之後 然後再從 右下角 不見 我現在 我就先想好 我設定設定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剛才講 關鍵畫格可以改變大小 可以改變它的位置 所以 我現在點進去喔 這台來操作喔 我來操作喔 我來操作喔 點進去鼻裡面 有一個 變形關鍵畫格 你要參考 菱形齁 就是跟那個關鍵畫格有關係 所以我現在選到這個畫面裡面 你要這個畫面來 你會 我剛才 我剛才設定的動作是 我要先 我要讓它在左上角 然後從很小 然後放大到中間 然後再縮到 右下角去 所以我要設定我的第一個位置 所以我現在把它用成小 所以我現在把它用成小 讓它從這裡開始走 然後 我剛才就是說 我走了兩秒之後 它兩秒之後 中之後 要停在中間 所以我就要讓它跑 跑兩秒 欸 我選好第一個位置之後 旁邊有一個 菱形有沒有 你看它菱形就是關鍵畫格 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 這樣表示我設定好了我的第一個位置 然後 走 時間讓它走兩秒 1 2 好 這個時候 我希望它變成在 正中間 然後是放大的 是 清楚的 所以我現在設定我的第二個 第二個我的位置 我這我第二個位置在這邊 好 因為 因為我現在背景放的是白色的 你可以放一些自己的照片 讓它比較 沒有那麼單調 好 這是一類的位置 然後 最後結束的時候 我要 好 這邊是它的 這邊是它的結束點 這邊 這邊是它的結束點 最後結束的時候 我要它 在右下角 結束 你要先把它搓小 所以這時候 你如果是用那個三星 有那個平的那個就搓用了 你們變很小的時候 手心的搓 對 你可以先看一下 好 這是我第三個位置 好 你看喔 我剛才只有在第一個位置的時候 我有按下旁邊的菱形 然後我在這個畫面裡面 我讓它 我讓它在那個時間點 我做的任何動作 它都會幫我記錄起來 所以你看我 我現在的那個照片裡面的那個時間軸 它現在有三個菱形了 好不好 那我從這裡我就可以看得到 我做的三個 三個關鍵的點 好 先讓它跑一點 第一個位置 好 變大 然後後面 變小 然後這樣我就可以設定我自己要的 轉場的效果 然後可是剛才那個還不夠自然 那我在它前後再把它設一個 再把它設一個 再把它設一個 淡入淡出 看起來就更自然一點 然後變大 然後淡入出去 好 我改變了它的位置跟那個 然後 比如說好 我現在 我現在玩第二張 那我第二張 我要讓它 我第二張 我要讓它 從右上角 去 左下角 一樣東西 你看我操作一次 先進去那個鼻裡面 然後打開關鍵 現行關鍵化合 的這個選項 然後先設你第一個位置 設完之後再去按那個鈴形 就告訴它說 我現在第一個位置在這裡 假設我現在 不要再看一下 第一個位置我要從這裡 按下去 要有那個 才算囉 然後 第二個位置 我現在讓它直接走在中間 第二個位置 我要它 要到中間 對不對 這一次 這一次我們來一點變化 我看 我看 那張就是把它移來中間 然後把它放大 這樣子對不對 我現在 它要到中間的過程中 我讓它翻滾 兩圈 我現在拉著旁邊那個 右下角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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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它是那個位置 然後 我現在讓它 一圈 兩圈 好 然後再來 中間 然後 這是我第二個位置 再來第三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是 尾巴 再讓它滾兩圈去 左下角 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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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滾進來 先滾兩圈 所以 關鍵化骨它會記錄你 記錄你在操作中的所有的動作 先那一盒 來 好 這一個 從右上角 開始 他把我剛才滾了 我剛才滾了好幾圈 他把我所有的動作都記錄起來了 所以你在操作的過程中 你不要在那裡洗到 他都會把你記起來 好 然後 再設 我們剛才只有設 彈入彈出嘛對不對 那 彈入彈出 它的彈入彈出的時間 彈入彈出的時間 你看 你在你的右上角 那個 那個螺絲裡面 這個 螺絲的設定裡面 會有彈入彈出的 彈入彈出的那個 持續時間 持續時間 在上面 在上面 綠色轉場持續時間 啊可是 我如果 你如果不想要 照他規定的 那關鍵話可就是在 用在打破規定用的 打破那些設定用的 我想要讓他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我現在要設定 他 不一樣的 彈入跟彈出的 時間效果 不透明度裡面 不透明度 其實彈入彈出就是 就是不透明度 的 0跟100 彈入就是從0到100 啊他就浴色兩秒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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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喔 我 我現在用 用來前面 前面這一個 然後你看 你看他 不透明度 這裡沒有 這裡沒有顯出 好 我現在來 我從 完全沒有開始 你看我現在把他 弄到你那個圖片 變不見了 好 然後 我希望他慢慢的 我不要兩秒鐘 之後就跑出來 所以 我到了 你看一下我那個 這個照片的時間軸裡面 是不是有三個 靈形 但是這時候 這三個靈形 顏色不一樣 為什麼顏色不一樣 因為 他現在顯示的 這三個靈形 是我剛才設定 變形的時候 的靈形 那我現在要設定 不透明度的 靈形 跳舞 跳舞 我現在要設定 不透明度的 靈形 那 就是我要設定 這三個點 我可以把 不透明度的 出現的時間點 都設成 跟剛剛的 變形的時間點 一樣 我剛才 中間 中間那個靈形 是不是就是 位置在中間的時候 對 然後我 右邊那個靈形 就是在旁邊的時候 所以 所以 我現在就把 第一個靈形 第一個是我的起點 我把它設成 然後 一樣 要按下去喔 按下去 要氣靈跳繩喔 讓它變成黃色了 然後 我直接在 我直接在我的圖片的時間軸上面 我直接把它點選第二個靈形 你要發現 我那個虛線的框變大了 就是我中間剛剛的 好 這個時候 的不透明度 我想要讓它 100 然後 最後一個靈形 我的不透明度 再把它恢復成 0 所以 那 剛剛我設的那三個 變形的點 我順便讓它設的 第一點的時候 是 完全0 第二點的時候 是100 要看 現在它的效果 這樣它的彈度 就不會 是 預設的兩秒鐘之後 就出現了 它是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 蛋出來 然後慢慢 所以 我現在的那個 關鍵化格裡面 除了有變形之外 還有那個 不透明度 所以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幫你 設很多東西 在 在裡面 好 第三個 我還可以完成 這邊 還有你的 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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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圖片 上面沒有設定 好 這樣 這個看有沒有 我等一下 我要看你現場做出來 做出一個 你自己做出來的 關鍵化格的變化 看你要怎麼做 你要做那個 然後那個 聲音 我現在 把它匯錄一個 音樂的聲音下去 我現在把 我現在把這個 圖片的那個 加一個 聲音進來 後面我就不剪了 然後 然後 假設我的第二個 假設我現在 中間那 那三個是 影片 的話 是影片的話 那我中間 中間那個影片 我有講話 比如說我在講 那個 什麼 敲頭棒 或者講 比加電 就是我有在講話 那 我會希望我的音樂 到這裡的時候 要變小聲 讓我的講話聲音清楚 然後第三章的 圖片的時候 再把音樂的音量再拉回來 那 這個時候 這個東西也可以設 關鍵化格 點進去 你的 音樂的那一軌裡面 按音量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旁邊又跑了一個菱形 反正你只要按任何功能 他旁邊有一個菱形的 他就是可以做關鍵的 他就可以做 做關鍵化格 對不對 好我現在讓他音量 我 我直接 因為我現在的頭 頭 我現在頭這邊 我已經確定是100了 那 我現在是不是 我的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影片這裡 這裡的聲音 我要讓他變小聲 我把我時間軸放在這裡 這樣點進去之後 我現在改變的 就會是這裡 就會是現在 現在我這一個點的 反正我把它拉到 欸不對不對不對 我這樣子 拉完之後 他會全部的人都 全部的人都變小 所以 我要先讓 我要先讓 要 進入第二片之前 這裡我要先設第一點 然後 進入第二片之後 然後 假設到這裡 我要變成 音量 我只要 40就好了 然後你看到 那個音量走 被我拉下來 啊 我怎麼剛才 不是直接拉 我如果剛才在那裡 直接拉下來的話 他會連頭都下來 所以我要先設一個 設一個 開始的點 然後 走到 第二個 我現在 我從上面可以看到 第二個影片 第二個影片 走完了 這裡 我再讓他回到 前面 前面這裡要先設一個點 然後 到這裡 再讓他回來 這樣 我從我的這個 音量時間走 我會看到我中間 凹下去 然後你聽你的聲音 那就可以 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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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這裡開始介紹 喔 然後進入到第二影片的時候 他的音量又慢慢回來 所以 音量的變化 他一定會是 線性的 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盡量讓你的聲音 連環 我們今天先不要做到音量 先不用做到這樣 先 試著 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 專場的動畫 二十分鐘 出來 二十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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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